说你在干什么 什么要准备一样的东西 好 然后说你说这是不一样的果酱喔 这一次是做不一样的果酱喔 然后呢 你就说 大家好 欢迎来到 脑胞生活 我是小鸟人 我是 脑胞 好 干嘛 今天要干嘛 今天要干嘛 做苹果酱 上礼拜不是做过了 今天呢比较不一样 听说这个做法会比较好吃 我就想说 再试试看吧 所以我今天呢 东西都已经先备好了 因为上次那个画面有点混乱 然后呢 你就一样是把柠檬汁倒进去 然后再加 半杯砂糖 自信融汤 对啦还有自信融汁 姿势要出来 诶我还没嚼完 你就给我丢进来 不要再用丢的了啦 呃 你看 三秒进去 骨子你想要吃 啊 哈哈 摄影是一个神尚 摄影是一个神尚的神尚 不一樣嗎 接下來 我們跟電鍋是好朋友耶 但是這是不 跟電鍋沒有合作的話 這個呢 把它 蜜起來 然後去清香 冰一個晚上的時間 隔天再開始製作 好 所以我現在已經準備好 昨天晚上蜜好的 蘋果 然後呢 我們今天用電磁爐 來熬 所以就是 按下去 然後慢慢的 去攪拌它 我們哪時候跟電磁爐先熬 新合作的對象耶 喔 對對對還有這個 很方便 這個就比較麻煩耶 要一直等它浪 就如果蠻浪的人其實 可以考慮 丟另外一種方法 好嘞 誒 製作的 請 煮好了 因為蘋果看起來透透的 然後就裝到 你喜歡的瓶子裡面 甩 然後我 就是...可以夾在鬆餅啊 然後骨石上面吃啊 然後我... 就是...可以夾在鬆餅啊 吃吧 吃吧 跟妳之前有什麼看 蘋果...蘋果很爛 真的嗎?好吃 妳覺得比較...味道比較重 比較甜嗎? 因為它整個吸進去啊 好 那我們的蘋果醬也成功了 那...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可以幫我們按讚、訂閱、分享喔 掰掰